哎,你是来找我爹告状的吧 告状?你是刘家小公子吧 什么公子,我叫刘庸 这是乾隆第一次见到刘庸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眼前这个逢人就怼的小炮炸 就是他未来最重要的大臣之一 这天刘庸他爹刘统勋 突然醉汹汹地从外面回来 夫人听到动静赶紧跑来迎接 出什么事了 老爷不高兴就喝多了 你真小王八蛋 老爷还能骂人,还行 真不愧是两口子 就是比别人了解丈夫啊 夫人顺势摸了摸额头 发现丈夫被气得有点发烧 赶紧将他扶到床上休息 就在刘统勋呼呼大睡时 乾隆突然带着大滑头福康 来到刘府拜访 乾隆住惯了富丽堂皇的大别墅 突然见到布局简陋的庭院 还以为自己走错门了 这就是刘统勋家呀 是皇上,没错,就是这 他就住这种地方 好了,刘统勋家是寒酸了